韩绍军 韩绍军不是小人愉悦 是绍城主不让小人下车 绍城主也不让我下车 韩叔 你别弄 韩叔 韩叔你干什么 进 放我下去 从今以后 不准跟别的男人 坐一辆晚车 韩叔你把我放下去 你把我跳下去了 我真的 韩叔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听不见吗 我不信 你心里明明有我 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怜 我是谁 我陈芊芊 我见过的男子这么多 我对你就是新鲜感 你以为我离不开你了 真是 撒谎 可 Thus 你都不推开我 你就是嘴硬 你还硬 反正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否则很多事情都会乱套的 我都不在乎 你只要心里有我 就顾不上别人了 你就这么理解吧 反正 我跟你 就像花园成根玄虹成 我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 放弃我的世界 我也没办法一直留在这儿 那是不是只要解决了 花园和玄虎的问题 你就跟我在一起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可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个 二姐的意思是 今日你和韩绍军被锁在杂货间 还中了和欢香 说完这事我就来气 多管你 你们不是夫妻吗 要害你们 何必如此行事 我看他真正想要锁的 不是你们 二姐 我怎么觉得这和那日 三妹害武掉进陷阱 引韩绍军救我 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这梁环记 倒像是出自一人之手 该不会是上次 我和韩绍军没成 三妹又想叫人 给我和韩绍军下和欢香 只是这中间 半差的小厮出了点差错 把三妹自己 给锁了进去 不是不是 二姐 这件事情真的是有误会 我 你希望不要误会我 你不要怪我 我不怪你 我还得谢谢你 谢我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着你了 你不要韩绍 我要 你要去 我心悦于韩说 这么快就想着 怎么 舍不得了 没有 我只是 你 你 你 真是好事啊 二姐本该就喜欢她了 三妹的意思是 你 会成全我 二姐放心 都抱在我身上 回到获元城 我就想办法跟韩绍和李 把韩绍还给你 这韩硕还是以前的韩硕 我一点都没碰过 完毕 我赢了 少盛主 你怎么又捂着胸口了呢 小鹿呢 小鹿怎么不笨蛋呢 可是 我看起来你不太开心呀 舒了气能开心吗 不就输了盘棋吗 怎么搞的 像输了全世界一样